椰汁香芋子米爐 話說前幾天在聯盟可以吃了一碗很難吃的紫米爐 這麼容易煮又沒技巧的東西都不知為何可以煮得這麼難吃 所以就算天熱都好,都很想自己煮一次 一來先浸米,洗乾淨黑糯米之後,加水浸半小時就可以了 趁米正在浸,可以去攪拌芋頭 如果吃得完的話,最好就買完的回去自己批吧 批芋頭皮的時候記住要戴手套,如果不是會手痕的 將芋頭切成大約1厘米這麼大的荒粒 之後用中大火,加水蒸15分鐘至軟身 拿出來趁熱加黃糖下去拌勻之後 就可以放在一邊備用 回到燈米裏,煎到泡米水下鍋 用大火煮滾,之後放一些黑糯米下去 煮滾之後轉到最小火,蓋著煮40分鐘 然後開蓋,加些烤碎的片糖和鹽下去 攪勻之後關火,蓋上蓋子煮20分鐘 最後加椰漿,花奶和芋頭下去攪勻 開中小火煮到它出煙就可以了 千萬不要煮到它大滾 如果不是,椰漿會起粒粒很噁心又不滑的啦 嘻嘻 天灰灰灰,會不會,讓我忘了你是誰 喔耶耶耶,夢灰灰,那最難灰灰 我的世界 我來不見紅 詞曲 李宗盛